台中的工業區 有一個超大的錄影店 那這錄影店呢 有帶了一個新的品牌叫Polaris 這品牌也蠻酷的 單價又便宜 所以我這影片就要更加一個 新的台灣既然的韓國品牌 而且價格很划算喔 今天要介紹這一款 就是Polaris的其中一款 它是叫做A3的隧道帳 它是叫做A3的隧道帳 這個帳篷呢其實還蠻大的喔 它的尺寸有到660x370 在一房地裡面沒有特別大 沒有特別小高噸尺寸 但是呢它的價格很划算 充氣隧道帳 因為隧道帳大概是3萬左右 3萬出頭算入門 3萬以下其實都算便宜 然後再來就是充氣 很多人都會問充氣隧道帳篷到底好不好用 首先所有的充氣的帳篷 有個共通的優點跟缺點 不這一款呢全部都一樣 穿骨比較容易它不用穿骨 就只要打氣就可以出來了 方便就是容易簡單 那缺點就是你要多帶一個打氣筒 而且一定要帶 不帶呢你要去借 因為它打氣是高壓 就算你用嘴巴吹 你也沒辦法吹到那麼高壓 再來是呢它搭比較容易 但是它收的時候呢 要泄氣速度會比較慢 所有的充氣隧道帳都一樣 共通的優點跟缺點 首先要講到它的前庭 它的前庭結構呢前面是一個環 所以這整個環裡面呢 拉鍊是開兩側這邊 這個結構其實跟自由自魂會有點像 算是一個比較簡易的前門 有什麼好處呢 就前面簡單有個大潛艇 但是如果今天下雨的時候呢 它可以開一個邊部 它邊部可以搭開來增加它的遮雨 或遮陽的空間 但是呢很大雨的時候呢 其實前面需要關起來 因為它這裡跟這裡是這邊有空隙 東西發這邊其實它是會進水的 這個結構就是好處就是簡單 價格會比較低 重量會比較輕 那缺點就是剛剛講這個沒有密閉的問題 好它有個小汽車其實做得不錯 雪裙大家都有 但是呢通常這個前領的固定的 我們過在這邊去 但前面這個小雪裙呢 就會開始像這樣飄啊板 它這邊呢非常特別 它的雪裙的部分呢 它有綁起來 這樣可以避免在大家的時候 它這邊有綁的 而且它綁的部分呢 這也是現在我覺得 比較好的綁的一個結構 它是拉繩加一個調節扣 很多這個繩子 可能用的是彈性繩 或者是太剛好 你不好扣 這個繩子很長 扣上去之後呢 是鬆的嘛對不對 你可以這樣拉緊 其實這個結構我覺得很方便 好扣上 然後呢扣的緊 現在有個細節也是很棒喔 在前庭的這個 前面這個位置 這邊有綁了一塊防水布 這邊有一個自帶 這要怎麼用呢 這個結構呢 其实在Colme的770R已经产产的高龟杉本上面有 为什么这样做呢 大部分的前面这个潜艇啊 这边都有比较看塌塌的绷不紧 所以它另外做一个这个调节环 让这个潜艇可以这样拉紧 这边就比较不会碰到头 但其实即便这样 其实这里超级高的 它其实潜艇结构比较高 我拉起来大概这么高 其实是将近2米的高东西头会轰到 它可以让这个更不会垂 然后让排水比较顺 这是前面做的结构最大的好处 但它有一个难度 就是因为前面要多做这一块三脚步 这边呢防止有点重 要不然如果积水都成不容易漏水 但是这个结构呢 绝对是高级帐篷才做结构 帐篷做到这个结构其实不容易 那我们再聊它的客厅这场空间 首先讲大小 这个帐篷其实是330x370 内帐呢就330公分了 换句话说这个客厅帐 只有大概3米30甚至可能不到 你可以看前面客厅空间 这边可以摆下4张椅子加个桌子 对于一个完整一家人的一个活动空间 这个其实算是不算大哦 最大的像可能Colmei 670 或像Colco2 我们自己试过里面 甚至可以摆下6、7张小椅子 甚至有到几过10个人 当然啦因为现在摆的是高背椅啦 一般一房体里面都不建议摆高背椅 为什么因为高背椅前面摆 其实空间会很受限 但是因为它圆顶的结构 它其实这个圆还蛮方的 你看我的身高170 到这个圆的最边边 其实真的都不会碰到 虽然是它圆的还蛮挺的 因为有些会比较斜一点 边缘的空间不太好用 但到中间的位置呢 手伸起来170公分 加手伸直也是刚刚好碰到这个顶部而已 所以这个帳篷其实高度算是很高的 如果你身高比较高的朋友 这帳篷真的适合你 这个帳篷呢 它的规格写370公分宽 但是我刚才觉得不太对不太像 我刚才两两次 目前这样搭大概是300公分左右 但是因为它底下这个汁蛋呢 可以调宽度 它比较有弹性 它可以调开一点 所以理由上应该是 它调最开的时候 可以变370公分宽 但是呢高度就会下降 现在搭法是属于300公分宽 搭窄一点 底下在拉紧应该是比较高的一个情况 所以它可以稍微有点变化 所以规格上呢 这是有点差异的地方 需要跟各位解释 然后我们讲它的侧门 这个侧门其实还蛮重要 它的侧门循着这种两片拉链式的侧门 打开之后是可以延伸开来 变成一个边部的 这个侧门其实内外进出是比较麻烦 但是这个侧门的秘密是什么 就是只开一边 然后刚刚拉拉链 其实刚刚拉链的手感算不错 它的拉链应该做得不错 甚至在下雨的时候 可能是就只拉一边 然后这样拨开来都进出 再来是整个帐篷布料用的是 150D 锯子纤维 耐水压有到3000 这算是标准 没有特别粗 没有特别细 但是呢它也没有上现在的防水涂层 然后呢它也没有顶部 所以遮光效果呢会比较差一点 它是一个浅色材质 我们试一下遮光效果给你看 邦哥会试一下遮光效果 用iPhone 一样都开到最亮 这样可以对比一下遮光效果怎么样 我们把它用到对面 贴个这个布 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其实浅色加上没遮光布料 遮光效果就是 已经是不好的 再来它有点我觉得还蛮不错 蛮适合台湾的一个设计 这两个环中间里面就是内脏 它这个环内脏是可以开的 再来是包含这个内脏这里 是可以完全开的 我觉得这个有个好处 如果想睡午觉觉热的时候 可以完全打开 完全通风 其实可以到这么大 几乎是一个正门 可以进去的空间的一个侧门 这个在很多帐篷是没有这样设计 通常我们设计可以 比较小的门 比较小的窗 这个是完完全可以通的 所以这个睡午觉效果应该是不错 再来内脏 内脏的话它的尺寸呢 其实算是方正的 完全方形的 尺寸空间呢 内脏尺寸是330×30 然后乘200公分高 你看我在这里面 到这个环中间 这边我一把身高170公分 其实我感觉190应该没有到200 但是在里面站着换衣服 是绝对没问题 虽然现在有睡电是比较薄 但是我觉得后睡电也没有太大问题 然后这个内脏空间呢 一样透气口很大 这边一个全开的 这边还有一个 这边有两个大砂窗 但是有一个比较可惜的就是这个地方 你看这里哦 这里有一格一格收纳柜 但是是朝外面的 但是这面没有 它其实如果同样这个结构里面 也有一格一格收纳柜在里面 我觉得很棒 反正都做一样嘛 就前后都做一套就好了 这个有点可惜 然后这个内脏有个细节不错哦 这是它的内脏的算是隐私帘啦 打开之后呢会有收纳可以通风 那这块布呢卷起来 说这个角落 这边其实是个收纳带啦 但是这边也刚好可以放干到那块布 然后在这个帐篷 它也是一个水盆式的结构 就看这边 离地大概有20公分高左右 所以就算今天积水的话呢 它水也不会淹进来 然后这个帐篷还得一样不错哦 如果内脏还嫌热 这里可以再打开来 然后这里呢可以卷卷卷卷卷 运在这边 然后加上这里跟那张贯通的门呢 这边打开来 所以那这里也可以有个通风的空间在 这它有点做得不错 它所有的雪群都有这个收的一个结构 为什么这样这样设计呢 冬天的时候呢有雪群 大部分台湾啊是为了挡雨挡风 然后夏天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这边有比较通风 让风有机会可以透过去呢 雪群就需要可以收 或者比较雪群在啪啪啪啪 有点凌乱的感觉 这边雪群呢全部都可以收 这边里面每个都有扣具 其实这个在很多客套帐篷 也没有这样设计哦 所以这个真的是加分 它的帐篷四个角都有这个防雨的透气窗 有些帐篷为了几点成本成人 会有对角有可能有两个 它四个都有 所以这个帐篷呢 照刚刚这样看这些细节做工 算是没话说 所以小缺点就是客人这样小了一点 就是一家人一家四口 如果想跟朋友在冬天有一个 全部可以窝在里面居的空间呢 其实帐篷算不够大 就算前面这边关起来 这个斜面呢 其实也可能也能多做一两个人而已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是入门 一房一丁充气哦 这个真的是OK 催俭 来我们来看看下一款 接下来介绍这个PRO-RUCE的第二款金牛座帐篷 它是一个铝合金穿骨的骨架 什么结构呢 来我们这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个两个大交叉 然后加上一个环 两个环跟三个环 中间形成一个自立结构 几乎可以自立啦 它只要前后再拉两个小钉就可以了 我们从前面来看 第一个正门的前庭它怎么设计呢 首先前面这个细节 它也用是一个织带 但是有一个调节 它用一个绳子抽绳 但是可以调节这个结构 它可以比较好拉紧跟拉开来 然后呢是它的前庭 它的前庭呢就是没有边部的设计 但采用是可延伸的设计 就是它的前庭可以再延伸出来一倍长度 其实这个设计就跟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KZM啊 LAFASTA啊 大部分上我们都这样做的 延伸前庭跟两侧三角边部 两者只能选一个 它选择延伸前庭 好我们看一下客厅空间大小 目前这样规格写的是 总空间是605x345啦 所以前面这边通常会有大概一半的空间 大概三米左右 宽345算是个标准大小 所以里面放了两套椅子 跟一个座的情况 所以基本上一加四口一定没问题 我们来看它里面的结构怎么样哦 首先我站起来到最边边 170公分到这个门的这个开口 这边其实边一段是还蛮方正的 中间呢 其实这边还蛮大的哦 中间最高处呢 我手伸起来都碰不到底 高度算高的 前门这个高度呢 从这里进出172公分 刚刚好 不会碰到 这个其实OK 一旦会碰到 你就会低头 低头就会弯腰 弯腰就会累 然后在它的顶部这边呢 是有一个天窗 然后这里有砂网 然后呢 这边有固定点 这边点刚刚好 因为这边是一个最好的挂灯的点 在阿萨的内脏空间 前面这边的高度都够 完完全不会碰到头 但是后面这边呢 加上充床垫之后 应该是会的 然后这里空间没有问题 一个门 两个门 三个门 这个门都是双层门 就是可以完全打开 可以透气的 可以完全进出的一个透气门 然后有一个小细节 这边 电源出线口在这里 所以这边可以接电源线 可以充电什么 这边也都有 两边都有电源出线口哦 然后在双道带有两个双道带 基本上 没什么才在问你这个内脏 然后这个帐篷呢都有雪裙 但是跟刚刚的充序帐比起来 就少了一个贴心的结构 这个雪裙呢 它没有那个固定带 把它给绑起来 就是传统设计啊 没有特别不好 但是如果像刚刚那个充序帐呢 有那个支带扣起来 然后把雪裙收起来 这样就更棒了 这样的侧门 侧门是一个半圆形的门 这个门就是开关快 打开就拉起来了 也不用在那边卷 然后下雨天的时候进出方便 其实这个门这样结构是比较贵的做法 所以这个门的结构也没有太大问题 T50D 菌子纤维耐球R3000 都是标准 26000多也不贵 但是呢 所以缺少一点新意啦 然后帐篷材质呢 遮光我们来试给你看哦 这是它的遮光效果 所以基本上算是浅色 加上没有遮光材质 所以夏天应该是会热 但是它有附顶部 现在没有搭 但是它是原厂是有顶部的哦 所以它的顶部质量效果应该好一点 这款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 韩国的ProStar的北极星 26000多材质布料做工细节没问题 但是这个价格带有很多对手哦 也有像KZM啊 或是像Colmate都有可以选 它虽然呢 没有太多创新 不过到这个做工细节 每段是有大大的标准 80分 接下来介绍的第三款 它叫做 因仙座圆顶帐 所以这个价格算是一个 有潜艇空间的独立税帐 首先呢 它的价钱是12800 它的全部股价 包含这个潜艇这些股价 都是铝合金的 12800都是铝合金 这个算OK 因为更便宜 我们正介绍过那KZM 像它有几款 跟这结构有点像 但是它为了降低成本 前面直接用玻璃纤维 所以它前面直接跟升级的铝合金补价 然后再来它是前面这边 移人出来 有一空间 这边的空间就是 下雨天的时候啦 可以在里面的 两个人 简单的主食跟做 没办法在里面做全部活动 但是算是一个小小千里 可以放东西 但是它有一个地方 优余的同级 这里有Torysa窗 这边呢 可以全开 搭配内脏Torysa窗 所以它其实 整体帐篷的透气性 其实是比较好的 特别是这一面 这边算是比较多的这个加分 还可以加分 有潜艇的独立隧帐 有雪群的 更是很少 它也做雪群哦 这里算是比较多的 整个帐篷尺寸呢 460x280x175 里面的尺寸呢 175应该指的是最外面啦 里面应该不到啦 因为我身高172 没有睡店情况 其实这个大概是160几左右 所以这边的帐篷里面是不能占的 这个帐篷呢 来看细节哦 上面两个透气天窗 让下雨天的时候也可以开 稍微透点风 三个大门 这个门呢是可以全开的 可以进出的门 两侧呢透气的纱窗 然后内装这边呢 一样有一个电器出线口 跟一个小置物袋 帐篷的顶部的两侧 都有一个小三角透气窗 总结构款帐篷 材质呢是150D 放的系数3000 遮光就不用测了 跟它两个帐篷一样 遮光系数就是一样的 但是它优于别人有什么多雪群 多了满满的透气窗 透气窗的数量 就是优于同样价格的帐篷 这款帐篷因为2800 全铝补价其实算不错 可以选择 但是如果希望可能 资光更好一点 大家可以调到其他款式 这次就是我们来台中和平这边的 海怪野行 来介绍这个新品牌 POLOUS北极星 这个品牌呢其实比较特别 因为刚上市 再来呢这个店也很特别 它叫海怪野行 为什么会海怪呢 它其实也卖了潜水用品 在店本业其实做潜水用品 所以欢迎过来看看 那它也刚开幕 所以呢有任何问题呢 或是在我们任何问题 也可以给大家留言 我请他们回答你 我没办法回答你 好 赶紧购带我大哥 谢谢 拜拜 我们拍到一半了 现在发现AV妈 耶 AV妈的频道哥也要去看哦 奖赞 不要拜托 一定要看 不要拜托 露营相关的那料理 它超强的 真的超强 其实我都看它的东西 做料理 给我起来垃圾 如果可以 请带走更多垃圾 拜拜